而接着花莲学子荣获了2022年 韩国国际技能人大赛一金一银的殊荣 那么县长许正伟三号是约见了获奖学生 牛俊斌、王宇飞、指导老师黄湘涵 明义国小校长吴慧珍 以及此大副小主任苏秋碧 县长肯定了指导老师们的用心付出 和孩子们的精湛表现 学子荣获韩国国际技能大赛一金一银殊荣 新年许正伟三号约见获奖学生 牛俊斌、王宇飞、指导老师黄湘涵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以及釜山师厅等单位 共同举办既有韩国、荷兰、澳洲、台湾、日本、泰国、 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大陆、越南等等 国家选手参赛竞赛 比赛项目包含了翻糖蛋糕、艺术面包、造型蛋糕等17项 六年级同学王宇飞首次赛赛就分别获得翻糖蛋糕 装饰组金牌以及银牌表现优异 现在许正伟功和获奖的孩子们 要表示今天能够获得丰盛的成果 孩子们要怀着感恩的心 感谢师长在过程当中指导以及陪伴 并且每天孩子们要持续努力不断进进 现场指导老师黄湘海也分享到 为了培育孩子们的手感 事前有培训孩子们考取年土证照 并且在暑假期间进行密集训练 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出自己心中想要的样子 对于练习中的素材也采用国际赛事的规格 在成本高昂而且高压的训练环境之下 两位孩子们能接近年夜投入练习 而获得此项是始至名归 教育术表示为了支持孩子们多元发展 勇敢築梦 奉献府推动记忆教育向下插根 结合职业试探中心 提供各项类试探课程 让孩子们透过体验逐步确认性向 奠定深海发展的基础 打造无限宽阔的未来 记得九万一黄湘海老 一个人的未来 打造成零部 片怕居者 却本身很变线 打造成零一颗